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一波救市行动 救市行动里头重点除了稳住房地产不要再崩盘之外 最重要的是救股市 为什么他们希望老百姓从股市里头赚到的钱 回过头来愿意拿这些钱来刺激消费 因为只有居民的消费才是唯一可以救中国的最稳健的一条路 而现在大家问的问题是说这样的一个救市规模够不够 而日本曾经尝试这种救市规模 最终先胜而衰甚至又崩盘 中国会不会重蹈覆彻 是外界在问的一个问题 而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说 目前不只是这上一波我们看到的救市 接下来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中国的央行还要发行十兆人民币特别债 加大财政支持 而这十兆人民币的特别债第一个就是支持银行 第二就是支持地方政府 让地方政府可以去买一些卖不掉的这些烂尾楼的囤积的房子 把它变成一般民众的公租屋 支持银行就是说当那么多企业 尤其是房地产很可能面临倒闭变成呆账的时候 这些银行不要变成跟美国一样的刺激房贷风暴 而在这一波救市里头 特别谈到最重要的是刺激股市 这使得路股徒涨 那路股徒涨的情况里头 它到底是一个短期限量还是长期限量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那也看各家说法 首先它吸走了亚洲的资金 在MSCI的指数里头 中国脚低点整整上涨了30% 所以也就是说从资金方向的流动来看 它似乎是带动了市场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而恒生中国迎来了2007以来最佳的两周涨幅 我刚刚也特别提到市场质疑 这个能够走多远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你基本上还是要回到经济的基本面 野村证券提出了警告 野村证券他的研究所首席银行研究员 就是孤朝敏先生 就是早就提出中国经济模式 叫做资产负债市的衰退 他曾经提到中国这种方式 你一直举在最终会走上跟日本一样 是一个资产负债型的衰退 而这次野村证券再次提出警告 路股狂热之后可能会崩盘 出现2015的现象 就是2015年中国的股市 本来有一段时间一直涨涨 到5000多点上升指数 然后最后就崩盘 然后他说转向萧条 当然使用萧条这个字可能很不精确 萧条是要连续三季都是负成长 才叫做萧条 中国大陆现在的热钱 往股市也的确退出了货币市场的基金 外资也大买中国大陆的ETF 在美国也是这样 在香港也是如此 所以它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值得观察 除非中国有更坏的一些经济消息 可能热钱才会有所改变 我们来看以下 我们记者所做出的整理报道 在诸多利好刺激下 A股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 9月A股今天完美收官 沪精深三世全天成交额 超2.6万元 创历史新高 开盘35分钟 成交额就颇躁 中国A股在刷新一项新记录 截至收盘 互指稳稳站上3300点 大涨200多点 涨幅达到8.06% 5天上涨幅度更是超过20% 创业板指深长指 涨幅全部定格在两位数 A股经期因中国黄金周修饰 但港股借力 全球资本追捧中国资产的热情 在香港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国估升超过600点 升穿22,700点的关口 创两年半新高 总结全升期 恒生指数上升了2,104点 很明显的了 整个大局就是资金流入的 这个资金流入包括什么呢 除了你说之前买的就是中资 这波中港股市暴涨 是政策式 更是资金推动 不少已经杀出 对中国经济不报希望的外资机构 纷纷认错 回头补偿 这几天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个一线城市 以及河南全省、厦门等地 对住房限购政策进行了调整 这一波刺激政策中 几乎把房地产打到毫无投资价值 在中国维持近15年的限购令 已逐步走入历史 各地最新的政策 虽赶不上传统经久的房市旺季 但11黄金周长假 在线过去的看房人潮 银时的行情肯定板上钉钉 事实上 从中国金融一行一举一会的记者会 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对经济的全新表态 北京祭出这一轮的强势基政策 让中国资产进入重新估值 但是 短期资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 确实有助于那些动能 11黄金周假期就立竿见影 回到疫情前的出油人潮水平 但连同这七天假期里的看房人潮一样 能否转换真金白银 能要等待劫后的数据 而对中国强刺激政策 研读沉淀后 外资补偿更多的是强短线 这场短期资本市场的狂欢 能否稳住中国中长期的经济 能要打个问号 很少的这些影响 他们正在投入经济 他们正在均匀 他们正在均匀 即使是房子 即使是货币 即使是货币 他们正在设计计计划 能够增强 增长保五 恐怕是这轮刺激政策 在2004年经济收官的最后一期 所要冲刺的目标 与中国友好的钱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 现任教育耶鲁大学的逻辑 本周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专门指出 两周的资本市场狂欢 并没有让中国脱离日本市的经济领劳 他更以华尔街的术语 使猫跳 警告中国股市并非价值出来 更像是1990年代日本抛磨经济下的波动 我将回到你回到日本的故事 《Nikkei 225》下跌了 66% 从 December的1989到1998 during that extraordinary plunge probably the biggest plunge in a major asset market we've ever seen there were four dead cat bounces that averaged 34% so if you believe in the Japan comparison you got to be a little wary of what's happening to China if you think China is following the Japan template I think the China-Japan comparison is simply too close for comfort bursting of a major debt-fueled asset bubble the demographic and productivity challenges and a whiff of deflation right now and a growth shock that is very Japanese-like so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at this story from a Japanese-like perspective and that's the title of my piece the three arrows of Abenomics and I don't see all three arrows in the air right now especially on the structural and fiscal side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鍵 主要是貨幣、財政和投資 而在中國這一輪刺激措施 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後恐怖上 總結出了政策更剩這三支鍵 但問題就在於時事的力度 即有沒有這能力和意願 中國在貨幣政策上 雖然能有持續寬鬆的空間 但要像日本一樣 以財政擴大公共建設 轉移資金引導民間企業投資 對中國來說就遇上了瓶頸 而問題就出在中國地方債務的累積 因1994年的分稅之改革後 地方政府財稅收入累減 不得不依賴賣土地增加財源 這形成了特殊的土地財政 而這些由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資平台負債 成為官方的表外債務 根據IMF與華爾街投行的估計 中國數千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在銀行的商業貸款與發行公司債券 債務總額約7兆至11兆美元 在中國GDP的債務比超過50% 而這恰恰是中國過去高速增長的模式 地方政府規劃新城做基建 把地賣給開發商改房 成了就相得益彰 不成就成了鬼仇 這讓地方政府的財政仰賴房地產發展 也因此在房地產調控下 不只出現如恒大的債務危機 外界面看到的是地方政府跟著破產 完全喪失公部門投資的功能 然後地方政府會在金融的壓力 但中央政府會強迫地方政府 在未來的年份 地方政府必須保障 這個穩固的需求 這是另一個爭論 為何中國在未來的年份 中國政府公布的法定債務率是56.1% 是一張完美的資產負債標 但對政府隱性債務始終默會如深 北京中央政府很有錢 近來也加大國債的發行 但顯然能有去槓桿與財政紀律的考量 還不到足以擺脫通縮 穩定長期的增長 这轮资本市场的狂欢 却是对北京刺激措施的认可 但人们很容易认为 中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 其实问题都还在 如果以国债来看 现在中国的国债在总值得比是83.6% 可是日本那个时刻开始举债 来救国家的经济的时刻 比这个比例还要来得更低 再加上中国的国债之外有地方债 再加上地方债当然算进来了 但是还有很多公司债 还有各种不同的债务 所以有些人比较悲观的就会说 事实上实质的债务是接近200%到300%左右 而日本如果由公开的数字来看 它现在公共债务在GDP的占比是255% 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 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比较资产负债务的衰退就是指这个道理 那中国现在开始举债 将来这83.6%一定会往上走 它走到一个程度这个经济就会停滞下来 所以它这个救市就是非成功不可 一场非成功不可的一场经济的改革 而过去很多人在媒体里头报道一个消息 是中国大卖美债来救市 但事实上我们查起来 过去这一季里头并没有出现这个状况 过去一季里头减持美债的第一名的国家 叫做日本 因为它要救日元 第二个是瑞士 第三个是墨西哥 墨西哥只卖了39亿 中国连39亿都没有 所以太多人喜欢炒作美中世界的冲突 也喜欢夸大支持 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查了一下 接着来看一下全世界AI的领头羊公司 现在是OpenAI 它正式地把自己从非盈利机构变成盈利机构 而且顺利募资的66亿美元 两年内转型成为商业化 而当它从非盈利机构转型成盈利机构里头 就有好几位里头的高层 甚至包括技术长 研究长 接连离职 那就要考验OpenAI的Sam Altman 他个人够不够强 他组成的团队够不够厉害 纽约时报就是说过去这一段时间 他一年亏损50亿美金 可是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把钱投给他 还是相信Sam Altman他的创造力 那Sam Altman本身呢 他个人还是认为大家还是很看好他 他TrashGPT每一年可以赚进去了 其实还是相当的高 而他现在也是美国白宫 很重要关于AI方面的科技顾问 他告诉美国的白宫 如果你要发展AI一个运算中心 就不要讲别的事情 不要谈什么晶片啊什么诸如此类 而且他希望写出来的晶片 只有现在台积电所做出来的 由NVIDIA给台积电的这个 AI晶片里头耗电量只有一半 他说即使是我写出来的晶片 耗电量只有一半 整个一个运算中心 他就会用掉一整个城市的电力 Electricity 所以未来在竞争AI里头 第一个不是只有你的金源代工 第二个还要包括你的运算中心的能力 第三个这些东西的基础建设 就是Electricity 就是电力 就是能源 而它正是台湾最脆弱之处 加州矽谷从来不缺故事题材 刚上档的信息 给予点时沉浸 却元老近散的AI王者 还初心如意吗 The Open AI in talks now for a new funding round Perhaps the biggest AI player out there Open AI'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Mira Mirati stepping down yesterday She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Open AI's growth In a memo to employee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Mira Mirati 说她想要 制作时间和空间 去做自己的探索 时间后 Open AI's Chief Research Officer Bob McGrew 和总理研究研究研究 Baret Zaf 也宣布了他们的离开 吴越才代替Saint-Otman 主持新语言模型 GTP40发表会 当年成功协助开发 第一代原型 苏友Chad GPT 之母美誉的 Open AI技术长 穆拉蒂 9月26号 在个人社交平台 无预警宣布辞职决定 确定离开 共同打拼了6年半的 当红AI炸词机 几小时后 Open AI研究长 麦格鲁和 曾宇 穆拉蒂 共同亮相 GDP for all 发表会等 研究副总 佐夫 相继其辞 连同上半年离开的 三位科学家 苏斯克维 另起炉灶 创办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苏曼雷克 布约儿童 跳船竞争 对手 Enthropic Open AI 距离2015 创立至今 已近十年 如今却在计划 转型 盈利组织之际 创始团队出 走带进 华尔街日报 下了浅显直白的 标题 四分五裂 I think this will be hopefully a great transition for everyone involved and Open AI will be you know stronger forward as we are for all of our transitions I saw some stuff that this was like related to a restructure that's totally not true most of the stuff I saw was also just totally wrong 公司重组 与人事变动无关 9月底 奥特曼赴 意大利出席 科技周活动 面对法拉利集团 主席埃尔凯 询问高层 离职潮传魂时 给出答案 草创之初 Open AI 坚持以非盈利 组织形式 研发AI模型 造福人类 目标是希望 研发出具有 自我意识 能替人类 解决问题的 通用人工智慧 AGI 随着企业 价值越飙越高 理想的坚持 越显困难后 因而在2019年 另设盈利性子公司 协助寻找 AI开发过程中 需要的巨额资金 牛市近来揭露 Open AI 尽管靠着聊天机器人 近账数十亿美金 取得该公司 财务文件后 却发现 亏损金额更高 2024年 营收估计37亿美金 却在扣除 营运成本及费用后 近亏损50亿美金 在2025年 需要筹措资金 因为由产品衍生的 相关费用 已随用户人数 积增 直线上升 却在GPT付费用户 突破千万 就在奥特曼远在欧洲 替Open AI 澄清传闻同一日 路透社刊登 独家报导 Open AI将取消 非盈利董事会控制权 转为纯盈利模式经营 且会给予奥特曼股权 路透社这篇Open AI 试图改变组织架构 进行重整的细节文章 明显看出这家AI领头企业 在公司治理上 出现重大变化 文章内容指出 Open AI目前是 以可转换公司债的形式 向投资圈开出 1500亿美元 公司估值 判目的65亿美金 新一轮募资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Open AI 能否改变初创时 复杂的组织结构 也就是取消盈利性子公司 投资人获利上限 无序再把超额部分 分配给非盈利性某公司 并考虑给予奥特曼 价值上看百亿美金的 7%股权 即便最终苹果退出了 募资谈判 Open AI依然顺利创下 风险投资史上 单比最大募资金额 They raised $6.6 billion 加速转型盈利企业同时 OpenAI针对聊天机器人继续拓展产品线 9月中旬推出新语言模型O1 号称能解决复杂的逻辑推理问题 发表会上一张外界熟悉的亚洲面孔 正是这轮人事风暴后 被指派带领OpenAI研究团队的新副总 台湾金娜陈信翰 奥特曼表示将利用这一次重组 来扁平化OpenAI的组织架构 任命直接向他会议包的员工 让管理与技术两层面能更加紧密结合 但尽管OpenAI顺利结束了新一轮募资 挑战其实还在后头 投资金逐付有但说 两年内无法完成转型 该轮资金可悉数收回 前OpenAI技术长穆拉蒂 前OpenAI技术长穆拉蒂 6月重回美国知名长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演讲时 大谈自己当年毅然从当红企业特斯拉求去 加入OpenAI与奥特曼并进作战 做出重大直颜转换的新路历程 并说即便后来OpenAI组织架构改变 但研究目标未变 所以选择继续奋斗 所以是如今的OpenAI变了吧 穆拉蒂曾在社群网站X留下一段话 若没了人才OpenAI将一无所有 显然在顺利完成募资之后 要如何留住人才团结内部 是OpenAI接下来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欢迎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财日报 我们今天的贵宾是黄介正教授 他过去不只是台湾的 丹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更重要的他在美国 以前在战略研究中心里头 担任资深研究员 所以他对华府非常非常的熟悉 黄介正说好 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记录上 回台到美国去了两个礼拜 刚刚带的对Fresh NEWS OK you still have jet lag Jet lag还剩下一点点 好 来很快的问你一下 纽约时报呢 我们刚前面的时候 给观众朋友看了 好几家不同的民調 有的是贺锦利益 有的是川普赢 纽约时报就干脆 自己做出了过去的一个多月来以后 他用平均值来算 就平均值贺锦利会赢 而且只赢两票 所以他对这个只赢两票这件事情呢 他的看法是 这个竞选太激烈 第二个答案就是说 最后会很难服众 很可能会出现冲突的状况 任何地方选举都可能会 地方在开票所 在开票的过程里头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激烈的对抗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争议 包括Arizona Arizona 他们因为他们的监理所 他们是用监理所发的 Driver License 变成你的公民证 然后你就用公民证去领票 就他们的监理所机器故障 现在有些 Arizona已经开始 我们叫early voting 对不对 开始投票 他们发现有些人 可能是属于非公民 也跑去投票 因为Driver License的机器坏了 这是最好的 非法移民投票的机会 另外就是Georgia 他也修改了选举规则 他就说机器计票不算 还要在人工计票 所以时间会拉很长 所以如果只差两张选举人 他能和平落幕吗 尤其你刚从华福回来 他们的看法 美国现在拉得最厉害的 就是双方阵营认为 如果对方当选 美国就糟了 的这种情绪非常的高 那么虽然我对话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学者 或前政府官员 相对比较理性 或者是属于建制派的 但是你看新闻报道 你看跟一般美国人民讲话 那个彼此的情绪 跟以前的选举对比来讲 是很绷紧的 认为自己的那张票 好像会决定美国的命运一样 虽然像马里兰州 那些都不用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兰州 民主党的州 所以那边的人就觉得说 怎么投选举人票 还是贺锦丽的 可是我谈到马里兰州里面的 这些共和党 那个情绪是非常崩的 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 老是想到以前1月6号 那个计票的问题 现在可能提前到投票日当天 就会有一些冲突 11月5号今年 换句话说只剩下30天 这个 好快 我们前一天才70几天 啪一下就30天 对啊 真正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一次 除了两个大的会议以外 那个会议都200多人 除那以外 我单另外我自己跑的场子 我大概记得超过50个 就是我认得的 这些美国方面的 两党都有 没有一个人 有把握 不管我怎么旁敲撤击 跟我熟了30年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 讲说谁可能会赢 就是说川普一定当选 或Heres一定会当选 没有一个人讲 没有一个人敢讲 那么尤其是共和党的 非常担心 这个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因为讨厌川普 把票灌到贺锦丽里面去 那么他们认为这是 他们最吃亏的 那贺锦丽的阵营 没有信心的理由是什么 贺锦丽里面没有信心的是 他们觉得经济选民 就是我们列的就是 文切你讲了好几次的 就是美国这次选民 最care的排名前五名的 那个拜登都做不好 那万一大家不是去看 川普的个人特质 或讲话的态度 或是他有没有被起诉的问题 而是想到自己的荷包 想到美国经济的未来 想到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 那又有点强人倾向的话 那民主党最担心的 大家认为 川普可以阶段性的 让美国回过神来 再请教您 纽约时报发表了重大声乐 我们都知道纽约时报 每一次市长学级 他会说我们要支持谁 他这次用的题目非常强烈 patriotic 如果你爱美国这个国家 你就要投贺警力 对 你觉得这是民主党现在的心情 是吧 是 因为就是有一些人 不管是建制派或是民主党 他们整个心境里面 把如果Donald Trump回来的话 把它想成一个极度恐惧的未来 那么四年 所以而且他们认为 好不容易拜登 把美国扭回来比较正常 我们不要讲别的好了 你就讲全国的气氛 光讲国务院 就是美国的联邦机构 你记不记得当时 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国务院有离职潮 很多外交官不干 做不下去 当时是什么原因 因为川普他对于这个传统的盟邦的遗旨气使 然后对于很多外交政策 用他个人的情绪的发言 你说他在北约组织去骂人 对对对 让很多传统的外交官 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的住在国 去处理解释政府的政策 所以有些人干脆就不做了 那现在好不容易 其实Blinken做的也不好 所以Kirk Campbell 回去做副国务卿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稳住整个国务院 就职业外交官的情绪 跟美国的外交系统 现在还在康复当中 所以为什么像我看到纽约时报 那个社论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我亲自碰到这些case 就是有些人认为很恐惧 就不晓得川普如果回来 会不会又乱掉了 那么这些 当然有可能我谈的是一些 就是华府精英 或者是建制派的一些担忧 但是也不无道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美国的石油价格 已经到了许久未见到的七字头 那就是一桶74.38的运用价格 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中东的情势 那会只涨到这里吗 在当时阿拉伯之春的时候 曾经涨到一桶125块钱美元 那这个将会影响 美国这场总统大选 这里头最重要是以色列 会不会趁着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白宫没有真正的主人 也没有有实权的主人 因为巴黎是被逼退的 然后新的总统也还没上任 就刚好在这样一个空窗时期 以色列进行他的邪恶轴心国的歼灭战 那Foreign Policy就直接说 你现在不打什么时候打 我觉得美国人胆子大到这个地步 一位外交专家公开的在Foreign Policy上头写文章 就是说你此刻攻打伊朗的核子设施风险最小 那加上伊朗跟俄罗斯的合作 对美国来说 它可以发展的缩短时间 核设施可能很快的 它的核子武器就做出来 它一做出来就不要打它了 你打它的风险就有核子战争 所以你判断以色列会不会在这个世界 也没有这种大选去打伊朗的核设施 民主国家在政权交接期的时候 本来就是国安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要走的跟要来的配不上 那打和简单的回答 我觉得打的几率高于不打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对以色列 尤其是那些智库写文章的人 他是大乡理事会 其实我就是文献你给我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看了标题 我还想说这是到底谁写的 结果进去一看 大乡理事会 这个就比较超过我一些判断 就是即使是美国非常知名老牌智库 里面会做这么强烈极端的建议 可见就是大家看到了 或许不是担心以色列 或者是俄罗斯或者跟美国打代理人战争 而是他们担心所谓的邪恶轴心 或者是伊朗或者是恐怖分子 会用那个核武器对付以色列 他凭什么讲人家是恐怖分子 这是问题就是 基本上他们就认为伊朗就是恐怖分子 或者是因为伊朗 这个作为包庇 邪恶轴心国 他们就是这样看法 简单来讲就是 他你刚才讲了一个 就是即使是那么老牌的智库 而且过去是非常稳健的 会写出这么激进的一个主张 就是你此刻风险最小 就现在打 所以现在打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 你看到那个文章是大信仰月刊 他们是亲民主党的智库 连他们都觉得应该要打伊朗核子设施 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好战到这个程度 当然如果 作者我不认得 但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 有一个砍他过不去 就是要不要让伊朗握有核弹 要不要 不可能 等到那个之后再考虑 还是说不能等 不能等就是现在方案 就直接动手 所以为什么刚刚文章你讲说 他会要做我同意的关键 在这里 我觉得美国会放弃 在核子武器里头 核子设施 其实美国等于是半放弃 就是他叫以色列不能打 但其实就会做事的他打 还是会支持以色列 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他看到伊朗和俄罗斯合作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美国曾经 其实拜登自己 2015年他也是伊核协议的 他是副总统 他是伊核协议的主要斡选者 他自己本人很了解 可是他这四年 他们也会去伊核协议 你注意到没有 对 没有 所以他是不是跟川普一样的小骗子 你觉得 你要我说出口 不能说昏溃 对 也不能够说他忘记了 然后他有意识的不去触碰这个问题 然后把问题 现在演进成这个样子 他自己也受不了贪 所以其实他很有很多 我去做个总结 就是巴人的能力 尤其是外交 他是外交老兵 对不对 他从当参议员 一直都是在外交委员会里头 几乎 但是你看他外交处理成这样 又有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这个不能完全怪他 可是撤军的时候完全没有步骤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问题处理成这样 然后他会没有意识到说 一旦让乌克兰加入了北约 就会有战争 欧巴马对他的评价说得很直白 他说拜登screw things up 他一点都不意外 哇 讲过这个话 他把事情搞砸了 他一点都不意外 他一点都不意外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太短视尽力太渴望权利 是这样吗 对 因为以他的外交能力 像我们都绝对没有他的外交训练 那你看到伊朗这个问题 伊核协议 川普一走 你就要立刻不只加入巴黎七后协定 你就要赶快返回伊朗核的协议 然后让伊朗那个时候都还符合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总署 还可以检查的范围 你把他逼到他去跟俄罗斯在一起 把农收入提到到90% 那就把世界变成如此 他会把事情搞砸了 对 所以下任政府 就这个摊子得接下来 所以那个当选人是一个苦命人 是吧 对 他不用算命 美国未来四年的政府 还有领导人 命都不会特别好 关键他笨不笨 非常谢谢黄金正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待会回到文献的事业财经周报 我们要报道是日本首相石破茂上台了 他上台以后 第一个说他要检讨美日安保条约 检讨什么呢 不是要废除 他要强化 强化是什么呢 他说美国不可以都不让日本参与 日本在参与各种军事基地里头 他希望重新协商 不只是在日本的美军基地 日本要参与 在海外的美军基地 日本也要参与 是在太平洋地区的 我们待会进一段广告 日本行人的首相 石破茂正式的上任 他上任之后 最引起注意的是 他要求重新协商美日安保条约 这个重新协商美日安保条约 已经超越过去大家的讨论 他们要修改 所谓的安保宪法 他认为呢 美国现在驻军在日本 而日本没有办法参与 美日之间的军事基地 他认为这个基本上 是一个不公平的关系 同时他认为 日本也应该进驻美国 比如说在关岛 比如说在下游 有一个和整个太平洋 地区紧张关系有关的一些基地 日本的整体的想法 就是日本要壮大起来 也要成为太平洋的第二号主人 而不是完全都是听领于美国 由美国来决定 他要不要介入你的战争 还是放任你 被其他的国家攻打 所以不只是要壮大 日军本身 日本的防卫能力 同时也要让日本成为亚太地区 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 第二大的军事强国 而他这个主张 马上引起了一个国家 反对他 那个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不希望日本 变成如此的强大 而是帮忙上台 他的整个政策里头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项 是过去他曾经希望日元升息 那他一上台以后 马上就改变了他的说法 他转鸽派震动了市场 那因此可能会再次的出现 日元因为很低利息 然后就套利去买美股 买其他的股票的状况 最近巴菲特也传出来 要来买日本的股市 所以巴菲特来了 就是整个看到石破帽上台了 第三个日本未来的经济方向 他提了几个很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他要竞争半导体 日本现在要做的是先进制成的 在雄本当地邀请了台积电 接着他们在北海道进行 二奈米的相关的半导体 日本过去本来半导体就很强 他是因为被美国在1987年的时候 胁迫最后签下了投降条约 20年不发展半导体 他重新发展半导体以后 台积电可能面临最强的全球竞争对手 就是来自于日本 所以他要发展半导体 另外呢 发展AI 他还发展运算 在这件事情里头呢 因为他的经济方向如此 他的能源政策就配合 本来他是一个反对核能电厂的 石破邦上台单人首相以后就改口了 他认为日本的核能电厂 即使辅导核能危机 还没有完全解决 可日本有必要维持核能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发展小核电 其次呢 就发展下一代的核熔炉等等 使得日本将来是有经济的竞争力 自民党新总裁上任之际 就是现任首相安田文雄 焦棒之时 石破邦67岁 政治生涯起点 在前首相田中角融 是田中角融敦促他接棒父亲 参加众议院选举 石破邦在1986年首次当选众议员 以29岁创下当时最年轻众议员记录 1993年因不满自民党的选举制度改革 石破宣布退党 1997年才重新又加入自民党 2002年首次以防卫庭长官身份 进入内阁 终于在从政38年后 成为第一位鸟曲出身的日本首相 就任日向后的第一天早上 石破茂座的第一件事 就是与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约15分钟的电话会谈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と対処力を 引き続き向上させることが重要だ という認識を共有しました 隔天上午10点 美国駐日本大使出现在首相官邸 エマニュエル大使は自由で開かれた 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に向けて 日米同盟をさらに強化し 今後も緊密に連携したいという 考えを伝えました また日米韓参加国や日米両国に フィリピンを加えた参加国といった 同志国のネットワークを強化していきたい との意向も示しました 美国再三确认 怕的是这位新首相上任 美日同盟会不会申辩 因为石破茂在竞選期間 曾多次提出改正美日同盟的 非对称性关系 要将美日同盟提升至 美英同盟相同 更平等的同盟关系 在当上首相的首場記者会上 石破又提了一次 此外石破还想修改美日地位协定 该协定规定了美军在日本的法律地位 让日本也能参与管理日本美军基地 华尔街日报评论 这预示着日本与华府 可能会出现紧张 石破是这么回答的 地位協定 そしてアジア版の集团安全保障 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 もう長い間 私自身 この問題の提起をいたしてまいりました おそらくもう 二十数年にわたる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それはすぐ 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 日米同盟に懸念が生ずる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話が起こりますが 私はそうは全く思っておりません この地位協定を改定していくことが 日米同盟を強化することに つなが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石破貌还提出 美国应该在关島 设置自衛隊的訓練基地 以增强美日的威者力 例えば申し上げれば 合衆国に自衛隊の訓練基地を作る ということは 日本国内において 陸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は 国土が協会なせいでございまして 十分な訓練ができる環境というものが 整っておりません それが十分にできる環境を整備をし そしてまた日米同盟を強化するために 合衆国に訓練所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は 昔から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し 軍事的合理性があ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对于石破提出 要把美日 美韓 美非等多个同盟 结合起来 作为美日 奥印 跨的延伸的構想 印度外長已表達 没有兴趣 アジア版NATO その構築について 岩屋外務大臣は 今直ちに相互に防衛義務を 追うような機構を アジアに設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は なかなか難しい 将来のビジョンの一つとして 長期的に検討していくべきだ 而在国内的挑戦上 初入閣が13人 再任が2人 閣僚経験者の再入閣が4人となっています 值得一提的是 因募款参会醜聞 而解散的旧案被派 這次無人入閣 更加罕見的是 石破在海外上任首相前 就搶先宣布 将在10月9日解散国会 震驚日媒 石破茂発下好雨 会在即将到来的 中意院選举全力以赴 確保每个人都能当選 因为他判断 新政权刚成立时 支持率往往较高 因此有利于解散 众议院进行選举 但是民调似乎不这么认为 日本经济新闻 和独卖新闻的民调 石破内閣支持度 都是51% 虽说远高于岸田 下台前最后的25% 但是低于岸田 上台时的59%支持率 另一个挑战是经济 石破茂3号 会见了日营总裁 植田河南 并表达了日本经济 尚未准备好接受 进一步升息 受到石破立场 因转歌影响 日元对美元 当天创下了 2023年2月以来 最大跌幅 红博社评论 日元大幅走扁 也重新引起投资人 对日元套利交易的关注 石破还有另一个 让企业忧心的地方 就是他曾在8月宣布参选时说 将尽最大努力 使核电接近于零 不过新上任的经济产业大臣 武藤荣志 在2号的记者会中 已经表明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将寻求最大限度 重启核电 同时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日本下阶段的经济 将重振半导体产业 未来可能在先进制成 晶圆代工 成为台积电 全球最大竞争者 尤其日本将全力发展 AI和运算中心 电力将是成败关键 即使福岛核电厂 危机善后尚未完成 日本已经没有能力 向核电say no 石破贸易主任首相后 也立即改口 维持核电 全力开发下一代小核电 及新核融合技术 我们在昨天文件事 周报最后结尾的时候 给大家看企鹅 说其实动物比人可爱很多 我们先来看这个美丽的太空 美丽的太空 也比地球上发生很多事情 来得美丽很多 欧洲的太空总署 在2024年的5月18号的下午的时刻 在西班牙的上空捕捉了一颗火球 确认这就是一颗美丽的流星 我们称之为彗星 然后最恩尔呢 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的上空飞过 进行的速度 每小时十万公里 它等于是比我们所熟悉的F16 最高速度还要高 65倍左右 大自然之美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美丽的火烧彗星 谢谢你说看今天的 文件事业周报 文件事业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